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放表单标签啊 放表单标签是干嘛用的 你看啊 有了放表单标签 我们刚才的那些输入输入的内容啊 选择的内容啊 才能什么呀 配合那个提交按钮 提交到什么啊 网站后台去 才能发起这个网络请求的提交动作啊 比如说你看 我们随便找一个你看京东吧 京东这里面有个登录 对不对 这有一个账户登录 当我一点击检查 是不是在这输入用名密码啊 对不对 然后点击检查 看一下这个标签结构啊 点击它 你看整个这个标签属于什么 是一个放标签 看到吗 放标签里面是input的标签 看见没有 是input的标签 一个个的input的标签 看见没有 外层有这个放标 那标签才能提交数据啊 来我们演示一下效果啊 当我们比如说输入框这些内容吧 这些内容啊 然后把它全部 拷贝一份 不是全部什么 选中啊 全部选中 有点多呀 有点多呀 我删一些啊 我删一些 比如说删哪些呢 什么日期啊 头像啊 这都先不要了 邮箱这都先不要了 留个密码吧 然后留个 这个性别 留个兴趣爱好 然后这个城市选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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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吗 算了 都留着吧 我 我撤回了啊 都留着 在最后 最后来个 这不有个提前按钮吗 对吧 有提前按钮啊 行 然后我把这些 给他 哎 把它全选中 哎呀 这怎么 行 来 把它们全部选中 拿走 然后外层加一个 什么的 FORM表单标签 FORM FORM表单标签 然后把这些内容 全部放到这里面来 好吧 然后全选 给他来个 点一下Table键 就锁进了啊 表示他们都属于 这个FORM表单标签内部 OK吧 然后我在页面上 你刷新 刷新 看着是没有任何页面 销活变化的 看 我已经Ctrl S保存了啊 Ctrl S保存 然后在这里刷新 你看页面上 没有任何变化 对不对 因为这个FORM表单标签 它其实没有什么 样式效果 本身没有什么 样式效果 它是干嘛用的呢 它是 配合用户输入的 这些内容 往后再提交数据用的 好吧 这个怎么是红色呀 哦 这少个尖销符 这个尖销符 怎么 少了 好 Ctrl S保存一下啊 就是已经发现 你看 有时候我们写错了 浏览器正常给我们显示 原因是什么呢 是浏览器本身 就有容错机制 可以帮我们 就是什么 帮我们去处理 自动处理一些小错误 没有关系 那现在有这个 放表单标签 它是如何往后 再提交数据的呢 是这样的 有两个属性需要定义 一个叫Action Action是往哪里提交 后边跟网址 后边跟网址 往哪里提交啊 你就想提交给百度 你就 LTBS冒号杠杠 3w.百度.com 这是提交给百度 但是你提交给人百度 人家百度都不理你 好吧 看着我们CtrlS保存一下 我们在这一刷新 但我在这输入一些内容 当一点一提交 你看 是不是来到百度了 你看 你看上面这数据了吗 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输入的数据 提交给百度了 只不过百度 人家没理我们 因为百度 人家不处理这数据 这是你自己网页的数据 你自己定义的这些键 看到吗 一个键对应一个值 按的 一个键对应一个值 一个键对应一个值 只不过后边的值是空的 我没有去选择 也没有去写 好吧 只有一个用户名 写了一些内容 你确实提交给百度了 看见效果没有 只不过 这个请求发过去之后 人家百度 没帮你处理数据而已 这个数据应该 正常来讲 你提交到哪去 比如这是一个 注册用户的数据 正常来讲 应该提交到 我们自己的网站 对不对 随着这个地方 写网址的时候 不要写人家 其他公司的网址了 写什么网址呢 当然你写其他的 网站网址能不能行 也能行 是不是确实可以 给他发数据 只不过他没理我们而已 对吧 那我们需要写什么呢 写我们自己的网址 写我们自己的网址 写自己的网址 写这地方写什么 你肯定要写一个网址 如果说你不写网址 这里面写空的 你在这反复回来 在这一刷新 点击提交 他会往这个网址下 提交数据 看到 走 看了吗 就会往这个网址下 提交数据 看见没有 好吧 但是当前这个网址 你确实提交数据了 当前这个网址 提交到我们的后台之后 我们的后台 有对用户提交过来的数据 进行任何加工吗 没有 但是你知道一下 确实提交了数据 好吧 这个地方还可以写别的网址 比如说有一天 我们写了个网址 那个网址写了一段 这个数据处理 需要后台来处理 需要后台代码来处理 好吧 后台代码取出 用户提交过来的 请求数据 从里边摘取 摘取这些数据 来做事情 比如说摘取用户名 对应的这个值 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保存下来 保存到用户信息表里面去 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好吧 这需要后台语言去加工处理 去做 我们只不过现在没有写后台语言而已 好吧 这个网址写别的地方也可以 比如说我就让它 发送到我的这个 叉叉网址下 然后你看一下 页面效果 返回 在这里刷新 然后再一点一提交 你看 是不是多了个路径叉叉呀 就往这提交了 而且不是那个页面了 不是这个页面了 那会说你这个网址 会说你这个网址 你自己要对应写一些什么 后端代码 后端语言代码 来提取这个数据 明白我意思吗 好吧 并且你看我们的提交这个数据在哪了呀 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URL网址这个地方了 整个这个网址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呀 我原来前面讲HTTP协议 简单讲HTTP协议的时候 提过这个东西叫什么 查询参数 查询参数 你看百度 百度搜索一些东西 你在这搜索 Jaden走 你看 我提我输入的数据是不是在这呢 也是在网页上的 看了吗 这个数据提交到后台之后 人家百度服务端 百度的那个后台 后台代码拿的 提取这个word对应的这个数据 然后去数据库里面去查 关于Jaden的相关数据 相关网站页面 然后查出来 然后在页面上再返回 再加入到页面里面再返回给你 他就来处理 好吧 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写后台 没有写后台嘛 行 然后这是网址 我们只要在这写了 写了什么 写了个这叫相对路径网址 他就会自动帮我们拼接什么呀 我们这个网站的前面的这个网址 把它拼到哪来呀 自动拼到这来 明白我意思了吗 好吧 这叫写路径 这叫写网址啊 这个地方写网址 好 写完网址之后 这是我们数据往哪提交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还可以定一个什么呢 Method Method是用什么方法提交 默认用的请求方法是get请求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点击get请求 为什么我刚才在这点击提交按钮 数据就什么 放到了这个地方 网址这个地方 网址上 get请求的特点 就是会把数据放到什么 网址上 好吧 那我们还可以改成post的请求方法 post的请求方法和get请求方法的区别在哪呢 当我改成post的请求方法 我在这页面一刷新 我在这随便输入一些数据 当你点击提交 数据提交了没有 提交了 往哪提交了 就是往这个网址下提交了 只不过 那个数据没有 没有显示在这里 没有显示在这里 它在哪了呢 post请求的请求数据 是在LTP协议数据的什么地方呢 是这样的 LTP分四部分 请求行 请求行 对吧 然后请求 头 控行 然后请求数据部分 对吧 post请求 它的数据放在哪呢 放在这了 请求数据部分了 比如说刚才的user name 等于 我刚才输入的内容 然后password 等于 什么什么什么 好吧 它是在这里呢 中间有按的符号 它也是以这样的格式 来组合的数据 往后再提交 只不过它是放在了 请求数据部分 请求数据部分 是在页面上看不出来的 没有任何地方体现 好吧 我们去哪看呢 要么点击检查 在这些地方看 在Network这 比如说 在这输入一些内容 我输入123 12313 这个输入222 好吧 然后这个输入 随便输入个优箱 123 sq.com 点击提交 你看这 我发了一个post的请求 看见没有 你看数据在哪 请求数据部分的数据 这怎么没有显示 在这呢 在payload的这个地方 看form data了 form data就是我们提交的数据 给你显示了 用的内容 123 173 这个用的内容 哪来的 用的内容 就是我们input标签的 这个内容 对应的这个属性 这个值 好吧 这是那个值 这是那个值 明白这个意思吗 看头像 日期 不都是这个值吗 头像 日期 都是这个值 好吧 都是这个属性 对应的值 是作为我们提交数据的 那个什么 相当于前面这个件 用户真正输入的内容 是作为对应的值 好吧 说不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格式 跟这种似的 键对应一个值 按的键对应一个值 不是这样的效果 因为这是浏览器 帮我们展示 我们提交的数据的时候 它就展示成这个样子 但点击viewsauce 就是它的真正的数据格式 就长这样 看了吗 好吧 这个先做了解 等我们讲了后端以后 我们就会想办法 怎么来处理这个数据 你就会了 明白我意思吗 好吧 行 这是form表量标签 有了form表量标签 这些数据就可以 与后台交互了 然后记住这么两个方法 好吧 一个action 一个messor的 然后关于LTP协议 我后面讲数据抓包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细讲一遍 LTP LTPs 都是怎么回事 都有哪些内容 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都给大家讲 行 这块 大家先就学习到这 那我停一下视频 对了 先别停 在这一刷新 可能我在这 我在这 输入一些内容 输入一些内容 当我点击注册 你看点击注册 有提交数据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注册这个地方 你看 它是input type等于button button就是普通按钮的意思 它只是一个普通 普普通通的一个按钮 它只有一个按钮 样式效果 它不会触发提交动作 但是这个提交不一样 这个一提交 它就真提交了 好吧 这是它俩的区别 行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那我停一下视频 后面 明天我们讲 CSS相关样式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留个小任务给大家 就是自己做一个 比如说按我这个式的 做一个这种登录注册框 好吧 行 我停一下视频 我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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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